收看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所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礼拜一盘中11点半 为大家Live来做播出 提供您最及时的解盘服务 如果投资朋友您现在手上股票 有任何疑问 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尤其做多被套牢了 或者是放空被嘎到的投资朋友 我们都欢迎大家 Live我们的盘中免费Coin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我会在这里尽我所能 就我所学的 提供大家最专业 也最及时的建议给您 好我们来看到台北股市 上个礼拜指数一阵的一个狂杀 已经濒临9000点的一个 整数大关之后 那今天大盘指数的部分 目前反而是开高走高上来 开盘涨了34点 目前是一路的直上 最新报价已经来到9181 大涨113点的一个幅度 当然指数会这样涨 我想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上个礼拜有到我Facebook 粉丝专页来看我解盘的 应该不会太过于意外 还记得上个礼拜当行情杀最重的时候 当大家都在担心 哎呀是这个川普的民调 现在领先了希拉蕊 全球股市都跟着变脸在大跌的时候 就已经叮咛过大家 记得利空急跌 沙盘取量之后 往往会是另外一个 向上反攻的一个契机即将诞生 好那指数今天开高走高大涨上来 你会发现指数的部分 又按照我们的规划 开始往上来做一个反攻了 那这时候大盘会攻到哪里 我还是提醒大家 其实指数的部分 如果你真的没有把握 就不要太过于在意它了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你太在意指数 是不是就像我所说的 涨到9399 哇你赶快这当中觉得 多头老师讲得对 全力来买股票 结果一买买到高档 上个礼拜大盘一个回跌 跌到9000点附近 连跌了六七天 你又觉得空头老师讲得对 行情要崩盘了 你赶快又把股票卖一卖 又反手放空 最后不就现在涨上来 受到伤的又是你吗 所以这个部分 我都叮咛大家 其实指数如果你真的关心 都欢迎到我的Facebook 粉丝专页 每天收完盘 我会针对这大盘 最新的一个价量的一个结构 最新三大反而的动向 给大家一个完整的大盘分析 或是盘后的报告 但是在盘中 尤其在做股票的投资朋友 我都叮咛大家 其实指数的涨涨跌跌 都还在其次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你要去看懂 所谓的一个结构 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也就是指数指数 现在反攻了 我都还是叮咛大家 你都还是要检视 你手上的股票 当指数在9000多点的时候 对于产业趋势下滑 业绩持续在衰退 股价相对弱势 甚至技术面 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现的股票 在这里 该出还是要出 免得指数就算反攻 你的股票 大户已经在出货了 已经转弱了 甚至整个趋势 就是一个向下的 是一个弱势的 你都不知道 继续抱着 继续地抱着 到最后指数涨 你会发现 你没赚到钱 甚至还可能越掏越深了 就拿今天的盘来讲好了 今天大盘 目前大涨了110点上来 但是所有的股票 都跟着涨吗 不是啊 很多股票 不但没有涨 甚至反而大跌呢 我举两档股票 做一个例子 一档股票 是我们在上个月 这个10月24号 有观众朋友 call in进来 问太阳能股里面的硕核 那当时 10月24号的时候 股价其实还在相对 这个地方 我还特别叮咛 技术面看起来 好像是低基期没有错 但是呢 其实你仔细看 就知道 懂技术分析的会知道 它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弱势股 那尤其要小心的是 10月23号 大概在这个地方 当它消息面 有一个利多出来 说营运股低已过 这个利多见爆之后 股价你就会发现 开始不涨反跌 当时在上个月 10月24号 就已经定名 大家要小心了 小心大户又在出货了 那结果呢 好 结果我们来看到 这波今天大盘指数 目前是涨了110点 可是硕核股价有涨吗 没有啊 开出个平低盘 一度翻红上去 涨个这个两块钱之后呢 就开始杀下杀 翻黑 盘中最低跌到多少 356块半了 那你再回头一看 指数这波 从8885涨上来 涨到9399 再做一个拉回 现在又开始涨 那你会发现 指数涨到9399的时候 它没有过高了 对不对 现在大盘一个回来 它往下反而在破底了 你会发现 很多股票 指数就算涨 还是一样涨不动 那不止作合 再来看到这档股票 很多人都在关心 我还记得上个礼拜 又有两位观众朋友 call in 进来 其实在8月30号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已经这个当中 节目当中 接到call in 特别盯明 这档股票叫3081的联雅 对 当时提到联雅的基本面 业绩已经从高峰开始下滑 那技术面上来看 当时也发现 大户已经在做出货 有转弱的危机出现 所以在当时就建立反弹 这里不要去买 反而应该是怎样 找卖点的 要懂得太弱则强 对不对 弱势股不要去碰 免得指数涨 赚不到钱还会赔 结果现在看到 硕和的部分 指数涨到9399 它没有涨到 反而往下降慢慢的下来 然后指数一个拉回来 股价就率先破底了 甚至在今天 大盘目前涨了多少 涨了100多点 硕和的股价呢 哇 目前是大跌 22块半 只差这个五毛钱 股价可能就杀到跌停下去了 然后回头一看 现在的股价呢 最低已经跌到224 大盘指数 从8885涨到9399 拉回来回测9000点 高档震荡而已 它的股价已经这里 都跌破8885的低点 从359块跌下来 已经跌了超过100块不见 等于如果你这里 还不晓得联雅 它是一个弱势股 还在继续的报 你现在一张就好 可能都赔掉10万块以上了 所以这个部分 你就会了解 我为什么再三叮咛大家 做股票 最重要的 不是去看指数 哎呀今天跌了 弱势赶快卖 今天涨了 哇行情来了 赶快追 最重要最重要的 你要去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因为你就会发现到 当你买错 当你报错弱势股 指数就算涨 一样会赔钱 当然万一 你不晓得你手上股票 是不是弱势股 是不是已经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来 会不会像林亚这样子 哇大盘涨个100多点 都还涨不动 甚至要杀到跌停下去 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在这里 对你手上的股票 有任何疑问 我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盘中 免费的Coin专线 Coin进来 为什么要提供大家 这个免费Coin专线 因为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做股票都是想说 哎呀省一点小钱 省一点小钱 这个结果自己做 到最后呢 你会发现 反而因此赔掉大钱 那我希望 你来看我这个节目 不管你是不是我的会员 我都能够去运用我所学 过去20年来的一个点点滴滴 能够去帮助得到你 所以就算你不是我的会员朋友 没关系 我们的免盘中 免费Coin专线 都欢迎大家Coin进来 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 都欢迎这个地方 Coin进来之后 县荣老师 我会尽我所能的提供最专业 最及时的建议给您 好 那再来继续谈 谈到那大盘指数 现在涨了110多点 好 那这波行情 正如我上个礼拜所说 在利空急跌 然后呢 利用这个杀盘取量之后 又有机会产生 另外一波反攻的开始 那会做股票的人都知道 如果大盘还在跌 刀子还在往下坠的时候 先不用急着去追 没有关系 先不用急着去接刀子 没有关系 但是那个当大盘 拉出了第一根长红棒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懂得 积极开始来做出手 好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大盘指数 先前股价是这个大盘的部分 连跌了六七根的一个黑K棒 那今天拉出这一根红棒 你会发现 这不就是类似之前大盘 这样一个回跌 第一根红棒拉升上来的时候 必须要好好把握住的机会吗 好 当然在这地方 我也不会建议大家随便买 好 在这里我做股票 还是叮嚀大家 我们人家要跟猎鹰一样 记得什么叫猎鹰 猎鹰不会天天买股票 买买买买不停 线荣老师带会员操作 会员也都知道 我不是像其他投股老师 每天在那边杀箭杀出 每天在那边不停地换股 我会真正看到好股票 再来出手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好股票 值得出手 我们待会来说 现在先来接一下 线上有个台中的钟先生 要扣言进来 喂 钟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老师你好 请说请说 那个我请教你 那个成名店的走势 好 3013成名店 对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档股票好了 好 那第一个 它的一个股价上来看的话 其实就时间结构来看 不算太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可以看到说 它在9月份 这里做了一波急涨的走势上来 那股价急涨之后 现在做一个缓跌 跌下来跌了这个 一个半月左右时间 都还没有跌破 原本的起涨点 左边的这个缺口 也没有去跌破 所以时间结构来看 目前还算是一个 多方控盘的一个局势 我觉得说拉回来 只要左边的这个缺口不破的话 还是有机会 再拉高再往上一次 可是再拉高再往上一次 也要去注意两个重点 第一个 它的基本面的一个成长爆发性 目前上来看的话 虽然说营收表现 仍然是比去年同期成长个 5到8成 可是呢 跟上个月来比 好像已经没有这个 进一步的成长力道 换句话说 这有一点已经达到高峰的现象 那你营收达到高峰了 可是真的有在大赚钱吗 以它EPS的表现来看的话呢 第一季亏0.17 第二季亏0.25 这个有赚钱了 赚0.25 但是也没有太大的成长力道 所以我觉得说 在这里来看的话 这个业绩的成长性 是个股价 稍微比较有这个损害的地方 可能涨上去幅度不会太大 那第二个要去注意的是 它的一个筹码面 可以看到它的融资余额 蛮多的 一万三千多张 这代表说这档股票背后有蛮多的散户在里面 那筹码是比较不安定 这也会影响到股价未来上涨的力道 所以我会建议钟先生 如果说有上去的话 这地方稍微回 不晓得是赚钱还是套牢啦 稍微回到这个前波高点附近 碰到一个压力的话 可能就要准备这个当中 采取一个高出低进 或是换股操作的方式 这是给钟先生 或是手中有成名店的观众朋友的一个参考建议 好 我们来回来继续谈 谈到最近的一个行情 当大盘连叠了七天 叠掉三百点不见 好 今天是拉出了第一根红棒 懂得操盘的操作高手都会知道 这种行情开始往下坠坠坠 最这个触底之后 第一根红棒是最要去把握出手的机会 但是呢 不是叫你随便乱买 好 我说过我们做股票 要像猎鹰一样看准目标再来做出手 那这里找股票一定一个原则 我要去找那种不用靠大盘自己就赶涨 或者说即使大盘再跌 前阵子大盘这样杀下来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杀盘力道 能够相对抗跌 那这种股票未来是最有机会往上再做走高的 像这是我们最近持续在锁定的 投信第四季的韧养新黑马 生产的美容保养品目前产能满载 这也已经介绍了快要一个月的时间了吧 对不对 我买股票不是在那边天天杀进杀出 那真正指数狂跌下来 你看到我们股票有受伤吗 没有啊 还是一样相对的一个抗跌 甚至大盘整理整理之后 一旦指稳这都有机会往上创新高上去 所以我们持续在做锁定 投信10月份以来也都有持续在加码的动作 那另外这也是我们在最近锁定的 第三季季报的新黑马 生产的半导体 下游的客户 车用电子也好 网通也好 需求都在持续在成长当中 因此呢 看到连续几个月 营收再进入到下半年之后 都在创新高 这样的业绩 下半年绝对会比上半年更上一层楼 这才是我要的 那技术面也可以看到大盘指数 先前跌了六七天 大户在这里进货之后呢 股价有没有跟着大盘在下杀 没有啊 都在慢慢的跌高底部 这种行情一旦回稳 都是最有机会再往上来创新高的 那包括了就是我们在这两天 正在出手准备要布局的一档 大户进货 股价在转强的新能源车 新黑马 它生产电动车 关键的零组件 先跟他讲 之前为什么会跌 之前跌是反映说 第三季财报 因为台币第三季是升值的 产生了一些汇兑损失 造成它的获利低于预期 不过现在第三季财报 已经公布完毕 股价也利用这个利空反映完 先做一个下杀 爆量洗盘 反弹再做一个彻底 破底之后 我们看到技术指标 这里有没有去破前低 没有 指标未破前低 已经出现低档背离 懂技术分析的会知道 在这里已经有转强的一个讯号出现 那第四季 随着台币的指吻 美系的客户 现在订单也持续在增温当中 新厂的产能也开始量产了 大家都说景气不好 还敢扩充 还敢盖新厂 还敢扩充产能 这代表什么 未来的订单都掌握在手上了 对不对 预估第四季 现在台币指吻 订单也持续进来 产能也开出来之后 业绩将要在这个地方 走出阴霾 谷底翻身 甚至有机会挑战新高 所以你要等到什么时候买 等到股价 未来大涨去买吗 不是 现在大户正在计货 股价正在转强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来做出手 那提醒大家 做股票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关键 不是在说 看指数怎样 是要去做好 掌握结构 太弱折强的动作 弱势股 该出还是要出 连得指数涨 一样会赔钱 强势股 不要等到大涨创新高 才知道它是强势股 才去乱追 那个也赚不多嘛 对不对 你要懂得第一档转强 讯号出来的时候 就懂得把握 太弱折强的一个机会 这样才能够更快速的 反败为胜 帮你赚回来 就像今年 还记得二月份 我们再三叮咛大家 太阳能骨 要小心 像硕和那时候 还有六百多块 建议大家要避开 对不对 那结果呢 我们当时推荐的是 六十四六十五 六十六块 持续在买进的自身科 你看到这一年下来 如果你还抱着硕和 是从六百多 杀到三百多 现在还在套 今天又大跌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早就换到自身科 跟着六十几块 这样赚上来 是不是掌握到 倍数的利润 这就证明什么 一来一回 这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操盘团队 能够去帮助你的地方 当你可能还为了一点 省了一点小钱 想说自己来自己做股票 结果省了小钱 在股市里头赔了大钱的时候 去想一想 一个专业的操盘团队 这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你 帮助你在股市里头 去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帮助你成为真正 股市当中的赢家 甚至你想说 怎么宪隆老师会知道 当时的一个硕和 在六百多块 就已经在做转弱了 那怎么去看懂自身科 当时有大户在进货 在转强的 这个部分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要去帮助每一个会员朋友 时时刻刻检视手中持股 有低档转强讯号 我会带你布局 有高档转弱 我会提醒你要避开 获利入带了 甚至 如果说你想学 想知道什么这个 叫做强势股跟弱势股 怎么去分辨 甚至怎么去领先掌握 一档股票 大户在进货的转强讯号 大户在出货的转弱讯号 在我这个基品操盘团队网站上面 都有一个会员专区 里面都有包括技术分析的电子书 操盘及技术分析线上的课程 还有每个礼拜两次的实战教学 今天也要教大家了 教大家什么 教大家这些云端技术分析 重力就是希望每一个会员 能够去了解我们的选股逻辑 知道一档股票 现龙老师看到什么 知道他有转强讯号 你可以买 买得安心 你可以抱抱得放心 到最后才能够赚得开心 甚至最终目标 我也希望会员朋友 加入我们之后 不但是能够借由一个专业 能够去帮助你在股市里头 成为赢家 更有一朝一日 你都能够借此 能够像我们一样 成为操盘高手 那想要深入了解的 都欢迎大家休息时间 就来找我们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成通头顾 极品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情出现 0227525868 2725868 成通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贵专线 0227525868 0227525868 现时来电路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成通头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成通头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货力 古往不利 成通头顾 值得托付 赢得2752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施的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护决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儿排气密窗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试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过两天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结果 要来做揭晓了 当然打开报纸 大家都会看到所谓的一个 外资的一个评论都说 哎呀对于美国的总统大选 如果希拉蕊当选 股市可望涨个一趴两趴以上 那如果说这个当中是 这个川普当选的话 可能股市就会看跌 那这个部分 当然大家的想法都是 那我等一等好了 等到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结果出容之后 再来做进场 当然这不是不行 这样听起来是蛮保险的 但是呢我会提醒大家 这里面也有一个风险 什么样的风险 这其实是大部分投资人 常常犯的错误 当行情整理的时候 不敢买 都想等涨势确利 再进场 但是如果说到时候 选后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回归到基本面 股市开始上涨 到时候行情涨上去 你又不敢追强势股了 涨翻天了 你又只敢买低机器的股票 那要小心啊 小心会不会在行情的高档 反而才能进场 然后买了一堆弱势股 那不想要犯这种错误 怎么办呢 记得就是要趁行情整理时 也是大多数人不敢买的时候 开始来布局转强的股票 这才是股市当中 要成为赢家的关键 就像举个例子 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总统大选 跟股市的影响 这很类似 很类似什么东西呢 很类似还记得 今年一月份年初的时候 今年一月份年初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那时候大家也在担心啊 担心台湾的总统大选 会不会造成所谓的变天效应 很多人在当时都担心 总统大选一旦变天 又要崩盘了 当时那时候台北股市 因此跌到7700 7600 选前就先跌 选前先跌下来 当时还记得一月份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提醒 选前已经预先反应 所谓这个选 这个会有变 选局会有变天的效应 所以选后即使变天而下跌 我说顶多就是一两天的 短线效应 再来会怎样 再来就利空出境 开始要反攻了 所以在当时 也都建议我的会员朋友 来看一下 这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写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 1月14号 那时候大盘再跌 跌到7700点附近 我写得非常清楚 八个字 乐观做头 恐慌见底 什么意思 还记得 去年四月份指数上万点 指数那时候连去大涨三天 再创新高 市场大多数投资人 都在纷纷看好后市行情 包括最近带你去放空的很多 空头老师 其实在上万点的时候 都带你全力做多 对不对 那时候都喊出说 台股要挑战12682的历史高点 结果我当时建议的是什么 我们建议 大家高档减码 布局空单来避嫌 要等到十年线再来拼打的 对不对 结果现在指数 这波中期回党已经达到了半年 跌了2000多点 看起来利空最多 哎呀 选后也变跌了 对不对 指数也已经回到多少 十年线之下 消息面利空不断 指数看起来持续在破底 看起来弱势 但其实已经到了相对低党底部区 这时候该是拼打的时候了 所以记得 在这个 经台湾的总统大选的一个前后 指数跌到十年线附近 当时按照我们的一个操作计划 跟着我在十年线附近 全力拼大的投资朋友 的会员朋友 后来是不是 全部都能够大获全胜呢 所以做股票 当然 你要常常讲一句话 千金难买早知道 人生没有后悔要 你现在才来说早知道 哎呀 总统大选 全力来买进 跟着县荣老师低档布局 就发了 对不对 现在好后悔啊 来不及了 人生没有后悔要 不想要事后后悔 当下就要下定决心 类似的情境 不是再度来临吗 是不是 美国的总统大选 让台北股市这波 又回跌下来 回撤九千点附近的时候 当机会再来你眼前的时候 你该做什么 仔细去想一想 那机会 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提醒大家 我们已经在帮 我们的会员朋友 做好准备 短线 第三季机爆亮眼的黑马股 当然因为最近大盘 亮眼不出 短线不好赚 这个部分 我们就当中 可能没有办法达成目标 但终其重点 放在法人第四季 新任养的中小型股 记得年底12月份 投信会大买的时候 你不要再去追 因为股价 已经可能先涨上去 长线重点 更放在2017年 最有爆发力的产列 真正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第四季卡好位 赚保未来一整年 掌握背书利润 绝对不是梦想 新的黑马 我们都已经开始 陆陆续续来做起跑 像这档新能源车 新的黑马 第三季虽然因为台币升值 造成灰对损失 获利不如预期 股价一波的下跌 但跌下来 最近也发现 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了 这样的股票 第四季获利要创新高的时候 你要等什么时候买 等获利公布 股价可能都要高档 才去追吗 还是要现在大户进货的时候 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布局 记得 我们长线持续看好 新能源车 自动驾驶车 大成长时代来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错过了去年 跟着我布局自身科 错过了去年 64块65块买进自身科 掌握到倍数利润的投资朋友 新的黑马 已经带着大家来做把握 Just Do It 行动是最接近胜利的捷径 想把握胜利 想成为赢家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做联络 加入极品操盘团队行列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成通统固 接评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性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现 02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资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2752-5868 022-2752-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成通投资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不利 独往不利 成通投资 值得托付 赢得2752-5868 您上次记者